各位网友大家好,现在是美中时间22年的2月24日,这是好久不见啊,想死大家了,没想到呢几天不见,我这出去玩一趟,回来之后呢,哎,这个股市也崩了盘了,这个俄乌也开始打仗了,这个纳指道指还有咱们的那个标普500加上罗嗦啊,个个都跌得很破位啊,今天我这第一天回归,哎,大家又看到这个好消息就来了啊。 这股市是,早晨呢,就是见底啊,大跌了大概,我看指数都有个五六个两三个点啊,三五个点了,然后Tesla的话早盘都跌了八九个点,十个点了,这家伙今天一天的话呢,又都涨回来了,涨了八百块钱,看来这个苏西是不能不走啊,这个股市还是离不了苏西啊,苏西一不在的话呢,咱们股市就开始大跌了啊,我一回来又给大家打一打气儿,看一看啊,我走了这几天发生了点什么事儿, 先咱们这么着,先看一下咱们今天的收盘的情况吧 今天收盘的话呢,是道指是上涨了91.12点,涨幅0.28%,标普500,上涨60.60点,涨幅1.43%,纳指综合呢,上涨436.10点,涨幅3.34%,可以说是巨涨啊,暴涨啊,从这个跌着34%,然后到涨34%,这家伙一天拉了大概是有七八个点,这个还是一个指数股都能拉这么多啊,我觉得真的是太不容易了, 这创了,今天又创了这个三月以来的这个最大的2021年三月以来的最大的这个涨幅了,一年以来的最大的涨幅了,单日涨幅,不过今年涨幅多之后不是什么好事儿,明天呢肯定会回土利润,这是必然的啊,所以大家也不要太开心的太早,一会苏西也会给大家说一说这个,怎么着把握这个股市的节奏啊, 在这个风起云涌,变换交错的这个时间里,咱们怎么着,那个最起码能够明哲保身啊,不要有太大的这个利润的回土或者怎么样,这前一阵的话呢,这个是油价涨的是巴巴的啊,都快到一百块钱一桶了,今天这个油价又跌下来了,为什么呢,主要是俄罗斯这方面啊,制裁风险之下呢,没有人敢接盘了,这也是自作自受啊,这是no做 no die啊,真的是,把自己国家的原油道给打下了, 这个紧着紧着给原油贴水呢,这个已经创造历史的记录啊,但是还是没有人敢去接盘,也没有成还有一笔,到现在还有一笔这个大宗的原油交易呢,还没有达成协议,虽然这个就是说咱们拜登呢,不怎么制裁他这个原油,主要是考虑到这方面,每个位啊,用油啊,不敢制裁,但是别管怎么说吧,反正稀里呼噜,稀里哗啦的,反正记忆将就打起来了,就已经啊,几个天晚上打了,哎呀,我这是回来的有点晚了,我早点回来,没说, 这股市还能早涨想甜,是吧,还给大家,最起码打打这个西宁鸡汤啊,灌一灌,嗯,现在这个油,油价涨势是回落了,美国呢,为将俄罗斯的原油供应,列为制裁对象,这个也是, 本来是想着把俄罗斯拒绝到这个SWIFT,就是这个,相当于说交,嗯,这个系统之外吧,一个,嗯,货币的一个系统,或者说成交易的这么一个系统之外,但是呢,嗯,考虑到呢,还谈到和其他国家的合作中呢,战略储备中释放出更多的石油的可能性,嗯,但目前的话呢,还没有打算从这个经济上,或者金融上制裁俄罗斯啊,还是有点太手软了, 说白了,俄罗斯也不怕他,他这个,怎么说呀,原来原来俄罗斯是抢着PDRPDR四次啊,都想加入到这个北欧当中去,然后都不让他去,然后现在呢,求着让人家俄罗斯加入,俄罗斯心里那话,我的天呢,这个这个乌克兰的话呢,可能是最后的这一片净土了吧,再,再近的话,这个北欧这个,北约的这个,嗯,就是扩张的话,都快到俄罗斯本地的这个领土了,只有一千,向东这个,又东扩了这一千公里,是吧, 所以整个的这情况也是,也不能怪人家俄罗斯啊,再不控制这一块地的话,这家伙要是西方想制裁起来,就太容易了,凑凑凑凑就到自己家家门口了,打吧打吧,分久必合,合久必分,实际上现在股市的话,整体来说这个行情啊,我个人认为是吧,嗯,不确定性实际是小了,并没有说增加,这个战势的话呢,嗯,历来历年来说啊,我们回看历史的话,就会发现这个战势对于这个股市的影响,并不是一定的利空,打仗的时候,刚开始发现, 发出这个消息的时候,可能股市呢,会有一定的这个跌幅,但是随着真正打起来的时候,股市反而有,没受太大的影响,标普了啊,或者是纳指了,有的还有一个月当中,还会有涨百分之,就是两到五个点, 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,大家不用太担心啊,现在目前的话呢,实际上还是要看这个公司的这个业绩,还有是在一个是美联储这方面,加息内部的这个,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啊,这个问题比较重要,嗯,再一个是那个加息这个不确定性了,就这个还是比较,比较让咱们头疼的,虽然咱们现在说是已经把加息的这个, 就是利空的都已经press in了,但是的话呢,赶不准的话,缩表了,或者什么的激进,更加激进的话呢,肯定是会对这种成长股,或者科技股是一个重大的打压,这是毋庸置疑的,但是技术点位上说的话呢, 大家不用高兴的太早,我建议目前的话呢,如果要是想进一步买一步,就是补一步仓,比如说仓位比较低,想补一补的话呢,我建议可以买这种就是,业绩比较好的,然后已经相对稳定的这种大盘的蓝筹股,这种股票比较好,像一些科技股了,或者是,或者是那个成长股,没有什么业绩的,我建议大家最好还是不要碰了,因为现在一个是这个不确定,再一个他公司本身能不能生存还两说,是吧,最好还是不要碰了, 所以我前两天,前一阵子吧,我跟朋友们说过,有做过一部分的这个减持呀,然后回看的朋友可能会知道,所以我建议的话呢,目前的话呢,这个如果要加仓的话呢,就是加一些比较好的这个股票了,就是质量比较高的股票啊,怎么说效益比较好了,业绩比较好的股票,我们先看一下Tesla吧,所以Tesla的话,按理说这个周线和日线啊,都已经到位了,今天的话,日线毋庸置疑啊,已经马上抬了,马上就要出去, 金叉了,如果明天能挺住的话,可能就会涨上去了,周线的话呢,按理说也是向上走,也快是要交出出金叉的这个位置,WR向下了,KDG往上,但是我们如果要是看月线的话呢,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,为什么呢,月线才跌到这个中间的一半,它完全可以跌到下部的,下部的支撑是多少呢,259去了,它如果月线要是真的再往下,有一个回图是非常有可能的, 就跟昨天一样,昨天我回来之后发现这个,把这个大盘都给带崩了,玩了玩了,玩了太开心了啊,也是,回来之后这个Tesla或者这些股票一看,哎呀,看来还不能没有苏西啊,必须得有我们啊,要不然的话,你看这个股市都不给我们朋友好好涨啊,这哪行啊,苏西很着急啊, 表示非常非常的,这个后果很严重啊,一定要赶快回来给大家讲两句,最起码安慰我们的受伤的心灵啊,实际上这个月线的话,大家看这个还是有往下跌的这个空间的啊,KDG的话还是38,57,67,所以它是处于中位,并不是处于低位的,所以它再往下走走是完全有可能的,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标普还有纳指啊,按理说的话位置是真的是到位了,可以看见没有,标普马上就要日线出去, 金差了,月线的话呢,周线也是向上走的,月线的话呢,也基本上我认为也是已经很低很低的这个位置了,但是的话,下面有没有再往下走的可能性呢,有没有向下的空间呢,实际上还是有的,因为月线的话才刚刚两个月开始连跌嘛,它跌上三五个月,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的啊,看前面有没有这些跌的,基本上都是三四个月,两个月的话呢,跌到底,我觉得怎么说呢,有可能,但是可能性不大,尤其是考虑到这个就是DIF和DEA马上就要出现这个相交了, 相交了,它一向下相交之后,它再往下走的这个跌幅会是非常巨大的,你知道,这会的话就是说30周能不能撑住的不好,说30周的话这是多少点,3600点,3697,这个位置能不能撑住不知道,首先第一个位置是防守位置是哪,是这个4046,4000点到3900到4046,这个位置,也就是说它的20月的这个月均线这个位置, 如果这个位置没有守住的话呢,下一步再跌的话就要到3700点这个点了,这个地方去了,所以是DIF空间还是很有的,是很有,有很大空间可以往下进行调整的啊,所以朋友们不用加仓太早,别看今天涨得好,今天涨得好很可能是短期的,所以朋友们还是要提高警惕啊,今天我们还是没有做任何的操作,我们就是准备, 现在是暂时不打算在家了,除非它跌出黄金坑,因为我们知道今年那个年底的话呢,这个标普涨到哪,也就是涨到4300点,这也是我们就是中位数的这么一个,就是机构评估了,或者多方的这个信息,这个观察来说的话,是一个中位数的这个位置,由于今天的我们这个结构了,所以它中间的话呢,是一定会有一个黄金坑,一定会往下再走的,因为这是我们年底的一个目标,按目前的这个盈利水平,估值,各方面统计出来是这么一个目标, 但最后的话呢,我们今年的话呢,标普仍然是看涨,但看涨的话呢,我们不能期到太高,有的是稍微好一点的,有的是说能涨到4500,再好一点,最高的我看才估到5100嘛,5100是什么位置呢,也就是说我们大概就是今年1月份的时候,这个1月31号这个位置了,最高点的这个位置,所以它整个的话没有什么太高的位置,所以朋友们不用着急,不用着急加仓,现在的话呢,还不是加仓的日子,所以虽然看到它底下是有这个放量的这种走势啊, 这两天都是放量的跌,也是有这种见底的信号的表现,说白了,但是还是不要轻易的轻举妄动吧,我就建议还是观察一下,但如果要是跑个短线的话呢,现在加加仓呢,也没有什么不可, 因为这个今天明显的出现了这个见底探针了啊,海底针了都快,这个信号,而且是这个多头非常强势的反攻,反攻上去了,但是我们如果要是,虽然它是反攻上去,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每一个一天和一天日线图啊,它这个高点一天是比一天要低的,这个低点的话呢,也是一天比一天低的,虽然它是阳,收了一个大阳线反攻上去,但是并不能以此呢,认为它是见底的这种信号, 我们除非看到就是,真的是低点一个比一个高了,那高点一个比一个高了,那才能说是真的是有反弹的这种迹象,所以朋友们还是要留意一点,小心一点,这标普,纳指的话,昨天这个是可以说也典型的破位了,今天已经啊,今天是一万两千五百八十七,都破了一万三的,昨天就已经破了一万三的这个位置了,是一个破位的走势,而且昨天是毫无抵抗的就下来了,今天这个开盘的话又跌了这么,大概七八三五个点是吧, 然后,之后的话呢,这就是多头一路的反击,实际我觉得这会儿,今天这个上涨很有可能是什么,是有一部分的空头在平仓,因为今天这个走的这个,就是早晨的这个位置的话呢,已经可以说给空头一个很大的利润空间了,想想从上面一半六跌到下面这块的话,也大概是有百分之三四十的这么一个利润了,不小的利润了,所以很多人会平仓,这时候的话他就会有一个涨幅,因为我们知道做空美股是非常危险的,美股要真的,他们一看这个涨势一走起来之后,很容易, 就是,怎么说呀,爆仓了的时候就,所以的话呢,空头很可能是在看到这个有涨势有向上走的时候,他心里边也会相对心虚,他会平仓,然后多头的话呢,看着这个涨势就着就往上买了,也是有这种可能性,所以他整个的话就带上去了,整体的话呢,这个月线图实际上刚刚是DIF和DAA是刚刚相交的,像这种刚刚相交的话,立马就收回去的可能性, 我觉得非常小,所以他还是下面的下这个空间实际上还是有的,今天这个能不能守住,我还不太好说,我们要再看观察几天,就是说,这周或者下周我们再观察一下,如果确实起稳了的话呢,我们再考虑进场也不晚,或者是甚至他在有的真正开启上行结构的时候再走,再加仓,那时候也不晚,我们坐右侧比坐左侧好,因为坐左侧的时候,他这个风险实际上也是相对巨大的, 我在前一阵的话呢,那会我是有一部分加仓的,那会还是在相对高位,第一个跌到这个位置的时候,一万五千点的时候我就坐了这个加仓了,然后当时后来之后,这不就一路就开始往下跌吗,加了之后还是往下跌,所以我的,我说实话,我的账面上亏损也是非常严重的,所以我就说,但是还好仓位不是特别的重,但是对我来说,我觉得仓位已经很重了,百分之六十的仓位了已经是,所以我前一阵,前几天是有一点点减仓的有,但是整体的话呢,我认为, 现在还要加仓还是有点早,再等一等,我们再看一看,现在如果要真的想加仓的话呢,我建议就是,嗯,魅西哥比如说已经掉成分,掉水,已经掉了很多的,已经打压估值,打压很多的这种,嗯,业绩比较好的,有业绩的,而且是财报也比较好的这种股票,可以大栏筹了,可以加一下仓,其他的这个小的成长股就不要再考虑了,然后指数股的话呢,我建议再等一等,不要着急,等它跌出黄金坑的时候,我们再再加,也不晚, 今天这个的话呢,可以说,如果要是在今天早盘买了的话呢,可以说拨一个反弹吧,明天,明后天看它能不能站稳,如果能能站稳,站稳到哪呢,最起码,最起码是要站稳到30日均之后,或者说我们最起码要站稳到, 能拨上什么时候呢,拨上这是2月10号的这个高,这个高点,或者说是这个2月2号这个高点,这两高点最起码得超过它们之后,我们才可能就说考虑它是站稳了,再往上走,否则的话,我一直就可以在这个区间当中,下行的这个区间当中震荡了,进行对待,嗯,也是,最好这种,就是说,股市在走下行的时候呢,我们最好是, 如果要是没有期权或者各方面的这种对冲保护的话呢,我建议咱们一直持,或者是持有正骨,或者的话呢,就是尽量把仓位放得小一点,不要做太多的这种操作,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能买到最低点,卖到最高点,所以这种小的波段,大概也就是三五个点这么个波段的话,去做的话呢,是不值得我们就是去做的,或十个点以内的这个波段是不值得我们去做的,为什么呢,这个我们买到最低和卖到最高的可能性非常非常低,所以很可能吃不到什么肉, 为主还把自己的套进去,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,以观察为主,以多看为主,就是说别人不买,我们也不买,等大家都买的时候呢,我们再说,已经起稳了,确实主力也进来了,那会儿我们再说进,所以基本上就这么一个思路吧,好了,今天苏瑞呢,给大家灌点鸡汤啊,就希望对大家呢,能够有一点点帮助吧,嗯,就这样,欢迎大家呢,咱们这个粉丝呀,说句实话,实在是太少了,苏瑞那一阵都有点要不想再做的这种打算了, 所以也是消缠了几天,没有给大家做视频,然后出去玩去了呀,本来呢,打算是以股票呢,能够养家糊口的啊,然后的话呢,再做点小视频了,哎,蛮好的这么一个小生活啊,小日子过得不错的,哎呀,现在就看大家啊,能不能多给我们苏瑞频道涨一点,涨一涨粉啊,那就这样了,咱们下次再见吧。